Hello 如是我問 我少出現這個節目 最終有次觀在這裡 如果我問你講很多宗教 靈異也有 靈異也有 因為最近我看了一套 靈異開什麼題目 一個電影 裡面講到人狼 Werwolf 人會變狼原原之事 其實不止Werwolf 這個Werchun 可能是紅人也可以 Werbeer也可以 或者是兔子也可以 即是人變獸 是的 人和獸之間的一個變化 這個裡面 以人狼為一個最多人講琴 電影裡面 最早的Werwolf 其實有一個哲哩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套電影 The Wolf 哪個年代 這套電影也有二十多年前 不算太久 不算太久 這套電影 這個故事講述一個人 是一個歐洲的傳說 說如果那個人被那種狼咬了之後 受到那種狼裡面的毒 狼的毒 入了他的血 一個月之後的月圓之夜 嘩 剛剛那個月圓的吸力 引致到那個人 就會由一個人 變成一隻狼 一隻狼 一隻狼 不要緊 你就去去森林 咬兔仔 那你就去交配 什麼都可以 你不要搞到 世界大亂 人狼這一刻 就特別是 嗜血殺人 是呀 殺人的 特別喜歡找人來殺 不止 還有一件事結 就是 殺完咬人之後 傳染 傳染了狼毒 毒素會擴散 變成了第二個 受他咬的人 一個月之後 又變成另一隻狼 那隻狼又出來咬人 變成這種 傳染病 生生不息 引致到 西西代代 都會引致到 有這個 遺患 即是 在那個年代 在歐洲 這是一個很遺患 歐洲是不是有 這樣的記錄 真是歷史上的記錄 但當時的 科學不得進步 醫學也未必進步 其實呢 現在的人 看回 就是 風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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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經由一些狗 或者野獸 狂軟病 經由一些 野獸 或者狂軟病 不一定是狗 不一定是狗 在加拿大 那些叫 Lagoons 滿熊 滿熊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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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人的東西 老鼠 都可能有 有那種狂軟病 咬你之後 Rabies 就會引致到 你的受傷者 慢慢變成狗 病症發作的時候 很像 病症發作的時候 不就是狗 因為病症 就是 口肚白沫 生肌 哮喘 還有 雙眼會發紅 咬人 咬人 還有 忌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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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軟病 他又咬人之後 那個病人 又會傳染給另一個 被咬者 所以這些 跟那個 傳說很吻合 亦有可能 這個傳說 就是由於這個現象 而啟發出來 而當時 次官沒有講錯 中世紀科學不發達 醫學人不發達 有很多傳說 經常將疾病 和魔鬼 和魔術 混為一談 所以 狂犬病 病症 的確是一個好 素材 素材 令人 在他的恐懼 發揚光大 變成民間傳說 故事 不停散播出去 引致恐慌 而這個故事 就是這個主角 被一些狼咬了之後 咬了之後 咬了之後 最早的時候 在三十年代 電影拍過一次 就是那個結局 就是 他的老爸 生了出來的老爸 知道了他的兒子 是狂軟病 不能自製 於是 大意滅親 用他一枝銀拐槳 打死了那個兒子 兒子是他獨生子 最愛的兒子 但是 也要毀滅他 否則他就 遺害人間 因為 中國人所謂的 叫大意滅親的招 在近世 這個 Wolf 這個招 就 另外深一點 這個又說人性 被咬的人 知道了 他慢慢變成狼了 他描寫他 他不是馬上知道他變狼的 而是他在整個過程裏 即是下月的月圓 變狼 他就知道了自己 為何 平時那個臭角 是聞不到東西的 現在 敏銳了 敏銳得很厲害 這個就是 狼和動物 比人類更厲害的一個地方 那個臭角 我們人的臭角 其實是慢慢沒有 聽覺也好 臭角也好 也沒有了 狼就是夜視鏡 如果你說眼力 你不夠鷹 鷹 成功你看來看來 什麼都看得到的 狼和貓 黑暗裡面都看得很清楚 夜行動物 而且 他的臭角很準確 附近有什麼野動物 行過 隔壁 隔壁 或者那些體微 全部 他一一清楚 他 那個受害者 他的傷口慢慢埋了 他不覺得 但他感覺自己變化 到了月圓之夜 他覺得周身不妥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自己慢慢的 手腳 就長出爪牙出來 身體的毛髮 突然間旺盛 可聲出瘦毛出來 不敢照鏡 到了十二點鐘 原來已經開始 全人的面目全非 變成一隻狼的面目 兩毛樣 這不像 而且 衣服下能爭脫了 變成不准穿衣服 沒有衣服 復歸自然 全身毛 全身毛 牙齒 長出狼的牙齒 是 一定要捕一些動物來吃 或者 走回到森林的定律裡生存 直到 第二天的 神祖太陽出了 他就發現自己 裸體地 就 躺在森林上 自己沒有衣服 周圍 嘴邊 手 全部都是野獸的血 即是說 那一晚 那一晚 狼性大發 狼性大發 居住很多 小動物 那一晚 他回到家 終於都回到家 回到家 就知道自己 是變成人狼了 變成人狼了 開始 那個戲 就是講他的掙扎 因為他又有愛人 全部講人性化了 這個又變成另外一個 將一個傳說或者恐怖片 改成為一個 搬成一個現代倫理的框架 這個框架就是 一個人 如果 他那個 變成一個人狼 他自己如何自處 怎樣醫治呢 然後 又再進步一步 今晚可以講這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人 如何自處 在一個不能夠控制的環境上 第一個問題就是 人原來也是有狼性的 這個就是人 比狼更狼 有些人說 這個人就是說 人的獸性比狼更可怕 原來潛伏在裡面 個個都是人狼 因為他有一個陰暗面 這個陰暗面就是野獸的陰暗面 這個陰暗面 隨時潛伏之後 不用月圓 他都可以發出來 只要他 想謀求某些利益 即是有一個觸法點就是 是的 觸法點就是 他就會變成一個 比狼更殘忍的動物 但是他仍然 是用人的衣冠 衣冠禽獸 你給他看的 那你不防 他是一隻 貓 或者是一隻狼 你打個凸 走開 你見到 不知防備 一個人面就瘦心 是的 你怎麼防備 他有另外一個這樣的意義 有很多類型的 很多層面 今晚我們說人狼 其實不是說人狼 是說其實後面 西方電影很多時候 會帶出一些 用了這個作為一個人性的 否釋的切入點 是的 還有 電影是一個主題 他的主題 不是直接說你聽的 而是 他用了一個故事 或者不要管是偵探故事 還是怪獸故事 還是成長故事 你不要先說他是什麼故事 先說他後面 導演的編劇 說了一件 他的訊息 他的意念 給你聽 然後呢 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去想 不是想那個故事的結局 或者怎樣發展 而是想他後面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就是 人家贏你 贏了這件事 的確是 贏了這件事 的確是 創意的 視乎你用什麼駕駛 好像次官所說 你都是說人性的 問題是用了這個 人狼的故事 來套進去的話 生息不少 希望大家一定很形象化 可以感受到 肯定一隻狼 人和狼中間 你那個自處 但是剛才說的人性 是陰暗面的 有些人的說法 其實人比狼更恐怖 因為狼 在自然界 我難道是人狼 那隻 你已經是妖魔化的 在自然界的狼 他殺生是為了想 飽肚 他不是有計劃 要種族滅絕 不要政治迫害 那些 就是自然的一件事 他飽他就不吃 他飽他就不吃 他會玩 睡覺 所以他有需要 他就要找東西吃 就不像人類那樣 無差別 隨時可以 點殺生 至少他們不會有 我們那種戰爭的概念 地盤就是地盤 壞了地盤 就算是和平 沒有東西的 但是人不是 有意識形態 為什麼就是說 有時候 人的入魔 恐怖的地方 就比動物更加 更加殘忍 或更加恐怖 就是這樣來的 為什麼就是說 中世紀說人狼 所謂恐怖的地方 有一點點 脫離了自然狼 狼的狼性 然後將人的魔性 投射下去 沒錯 投射來的為什麼 你看到中世紀 人狼的東西 通常 剛才都說 他多數是和宗教 武術 撒旦 混為一談 一會兒再說 其實那部份 是將人的獸性 或人的魔性 投射下去 用了狼的形象 來帶出來 為什麼用狼呢 因為 我們中國人說 柴狼 柴狼 柴狼的柴和狼 是兩種動物 Haina就是柴 狼就是Wolf 柴這種動物 很多的卡通片 很多的片 都有 似乎你多些 那些東西 衰是衰格在什麼 他好像人一樣 他不吃 都是咬爛他的 狼狼 狼呢 比較 群體一點 強悍一點 但是他 沒有柴 不喜歡 就會咬爛 咬爛 大家不能吃 寧願咬爛 都要 不要留給其他人吃 這個 中國人 漢人 以龍為 龍 龍 龍 Dragon 我們那次講Dragon 講龍 Dragon和龍不同 龍就是四不像 拼湊出來的神獸 Dragon 這個龍 就是中國的龍 我們上次講的 不同 我們今天講的龍 龍 這個圖騰 漢人 用漢族 用龍 蒙古人 用狼 用狼圖騰 上次 上次 呂王也講過龍和騰騰的故事 這個狼 他有他的 人類做不到的事 他有一個叫做 合群聖 有一隻 Alpha狼 Alpha這個字就是 第一個字母就是A 就是老頂 Omega就是最後的那個 就是Z 這個Alpha狼就是 全個族裏面 最威風的 最領導 這個可能是打出來的 這個Alpha狼不是 油牧民族就是性格 對 誰贏 油長最好打的那個 對 最好打的那個 最好打的那個 Alpha狼就是這樣 都是打出來的 現在你看 狗有三個祖先 其中一個祖先 就是狼 最直屬 所以狼狗是 他的祖先最像 其實還有很多狗 其實是打種回來的 跟集種回來不同 這個狗也有狼性 狼性就是 誰 三隻狗在家裡 都要有一個是大哥 一定要分高下 貓也要分高下 貓也要分高下 有的 沒有狗那麼厲害 狗一定要打出來 有地盤的 有地盤 以前就說 那個地盤狼 是靠柯督尿來領 認住而已 叫Claim territory 是 我呢 我就 我便去尿 尿尿的範圍下 就是我 狼的管轄的地方 你們就不要過來 別的狼不要過來 過來問都不同 尿尿 就走 不是 打過 打完之後你就會服 狼的狼性 今天又說回那個狼的殘忍 他就是獅食其他的食獵物 他必定 鑑生將你 獅食 獅開了 吃了 吃光的 骨頭咬 骨頭咬 很久才找到 狗狗把骨頭掘起來 就是這樣 沒錯 骨頭也是修好的 其實是狼性 你不知道去過大磨 我去過窩碧沙漠 蒙古 內蒙古 有一次就是 搭麵包車 二十幾三十年前 就去 經過沙漠 就去 最後那個 嘉餘關 沿途走幾個小時 都是沙漠裏面的路 我們很想見到 狼群 因為看過 這個 金融不合小說 書劍恩仇錄 就有狼群 成溫狼群 追著人 餓狼很厲害 現在沒有那麼多 三十年前也沒有那麼多 三十年前 終於被我們恨到 恨到 看到一隻 鵝狼 一隻 鵝到 瘦骨如柴的狼 尋吃艱難 他看到我們的車 一直追 追了幾里 不會想吃你 不會想吃你 他希望找 他不知道那輛車 什麼 但他可能聞到車裡有食物 噢 他聞到人肉 聞到我們帶著食物 帶著食物 可能 乾糧 乾糧 或者有肉類 也不一定 蒙古人最喜歡掛了肉乾 他追著的 看到他的真相 真是一隻鵝狼 是很可怕的 因為他全身瘦骨如柴 全部都是骨 連胸骨都看到 哇 真是暈食艱難 但是你看到他的牙 因為瘦到面珠燈都沒有肉 牙凸出來 是很尖很淋 很尖很淋 而且你看到他的狼眼 胸上 是直接震懾你的 就算你有把槍也未必肯這樣開 手臣 他比你狼 很狼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這個狼 夠狼 他就是用這個表寫 真的很狼 狼真的很狼 那麼他在大幕裏面生存 是要靠這些 他餓死的 所以他一定要拿到獵物 幸好現在已經死了很多 現在沒有什麼得剩 所以三十年前我們看到 很多地方都開發了 烏狼 現在很多人都用一個 黑社會投資都用這個 出號 這個叫做白狼 白狼 即是說他夠狼 現在說白狼 這種人變狼 他的感受就是 他知道自己成為一個 會變成一個 空性會大 不然那隻 那他怎樣做呢 他首先呢 就把自己 帶上手扣腳扣 防止自己去殺人 綁在家裡的 柱子 或者 椅子 桌子 那裏 誰知道呢 原來呢 他化了狼之後 那些 綁住扣 都可以爭血 是完全沒有力的 傳說裡面也是 人狼是很大力的 是很大力的 神力 因為傳說那件事 他不單止只是說 那隻狼的天性 是妖魔化 將他跟 撒旦 毛術 女巫 那些放在一起 超自然的力量 所以 中古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神奇的力量 難以制伏 就是這樣 變成到電影裡 都用回這個辦法了 正常那隻狼 你綁住他 他會逃不掉的 是 但如何人變出來的狼 反而會有力大無窮的現象呢 就是他將妖魔化了 否則說不成故事 是 沒錯 於是 這個狼 一樣爭脫了之後 一樣出去 為禍 漸漸 他吃過一次 咬一次的人 他就有印了 他就知道去到哪裡 找到獵物 他就去那裡咬人 咬人 咬完之後 吃光別人的渣都沒有 然後 之後 又會 重新變回的人 又會後悔 怎樣搞呢 始終想不到這個方法 後悔這些事情 是現在的文學作品 電影作品才有的 沒錯 以前沒有的 他變成了人狼之後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一人又是跟妖魔化概念 他差不多變成魔鬼那些人 他不會有良心 是 沒有良心 即使他變成人 都好像是人面獸心 但是 所謂有人的良心發現 或反省掙扎 很近期 二十世紀 電影小說都開始 才開始說回這個話題 是 增加了矛盾性 有戲劇性 變成 他懂得後悔 事後會有良心發現 最早期在三十年代的片 他自己不能夠控制到自己變狼 但是他父親知道他變狼 他父親就用了一支銀 做的拐杖 打死了他 又說銀 很神奇 為什麼銀有關 傳說還傳說 有根有句 你知道為什麼 我聽過那個版本 始觀一定會 一定會 當日那句 因為妖魔化之後 有時候跟撒旦有關 而中世紀的時候 有些神權主導 如何去對付撒旦呢 多數是用一些 所謂 跟宗教有關的東西 一是用聖水 聖氣 聖氣的話 教堂裡面用最多的 就是十字架 甚至祭壇上面的用具 很多都是用銀 也就是說 那種對他來說 是神聖的金屬 就是聯繫了 所以 十字架是用銀 你喝祝聖的杯也是用銀 銀氣這一下 在宗教裡面 歐洲宗教 將它等同了 一些有神聖力量的物質 等同的 法國那個故事 那個賊進去偷 偷了那些竹台都是銀 為什麼不偷竹台呢 原來銀不單是這個 為什麼銀又會做了神聖的工具 或者祭祀 或者聖堂裡面的用具 它本身有一個原因 中外古今都是用銀 有一個化學特性的 有一個化學特性 因為銀很容易oxidize 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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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披霜 譬如說 讀素 他馬上練習 沒錯 所以 次官你都記得 有很多 中國的小說 就是說有些銀針 會試讀 是的 因為 以前的皇族 太監要吃過皇帝 飯每人都要吃些 試食 因為死就先死 但他不會死那麼老 他就用銀的筷子 現在呢 譬如說韓國 你看到金屬碗 金屬碗 最初都是一種銀的 筷子 看見金屬 其實最初都是銀的 我記得 我的姑媽家 她自己吃飯那套筷子 都是純銀的 這麼高檔 可能是 祖先鎮下來 都是銀的筷子 銀的筷子 一夾下去 如果有毒素 就馬上變色 馬上變色 馬上變色 會變黑色 這樣說 我又沒見過 他夾過毒素來試過 的確就是這個特性 令到他 賦予了一種神聖地位 他是可以測到毒素 即是說 換句話說 他有另外一種正義的力量 毒素的敵人 毒素敵人 人狼怕銀 最重要是因為 人狼 只能夠害人 因為他有狼毒 傳染了狼的狼毒 對 狼的狼毒 這樣他就可以 用銀的槍 打死他 他不能反抗 另外 傳說了 世界上發明了手槍 由此 手槍打他不死 他不怕 唯一用銀的子彈 所以用銀子彈 入了一把手槍 就打進去 狼 狼中了之後 他就死定了 不是不死定了 其他金屬對他沒有影響 對 銀就死定了 除此之外 剛才你說的那些 喊人也有用 除了吸血鬼 生效 刺到他之後 手槍 用銀子彈 用性水 發下去 他就怕 恐懼 用性的 聖袍 神父祖那件 祭祝的衣服 祝聖過的 他那件 一件 披肩 喊冷這些 都可以 祭祀人狼 他說人狼就怕這些 除了之外 他跟吸血鬼 有什麼分別呢 吸血鬼 怕陽光 人狼都怕 不怕陽光 但他怕火 火 一定是怕陽光 狼就不需要怕陽光 狼就不需要怕陽光 但是狼就一定要晚上出現 日後 還沒有 沒有魔力 魔力不夠大 所以 後來 有一個聯想 人狼跟吸血鬼 本來 是一個表兄弟 跟他有關係 但是 現在很多戲 描寫的是 吸血鬼跟人狼 本身是世壽 是兩個種族不同 互相要殲滅對方 成為世界邪惡的領袖 那一套就是近期的電影 妖夜沉浪 現在拍了五套 還有很多 故事過癮 長講長有 這兩種妖魔 製造了一個關係 單獨說不過癮 單獨說不過癮 但是這種傳說 在西方 是很盛行的 說人狼 例如 Harry Potter 裡面 都是人狼 天狼星 Series的老師 就是人狼 他一樣是集合了很多這些西方的傳說 妖魔鬼怪 集大成於一身 集大成於這個故事裏面 所以現在有很多很過癮的 宗教團體 有些 不要說是耶倫 都出來反對小朋友看Harry Potter 說他散播撒旦思想 很過癮的 有些是這樣的說法 絕對未必一定是 但是裡面取材 就是剛才那些 全部都是中世紀的 妖異宗教 神力 超自然的 說不定從那個劇集 拍到第十二個季節 裡面都有很多人狼 都有人狼 另外一套在英國和美國 很流行的 但是香港似乎沒有人看過或者注意 這套劇集 這套劇集 源出於英國 後來在美國繼續拍 又買了他的名字 改了演員拍 這套劇集 叫做Being Human 不是Human Being Being Human 如何Being Human 有三種不同的 超人 不是人 是超乎人的 Creatures 一個就是Vampire 一個就是人狼 一個就是鬼 好齊全 好齊全 三魂住在家 這個好玩啊 香港有沒有播過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加拿大也有看 加拿大也有看 我買齊全都看完 有成六七年 這個好玩啊 Being Human 不是Human Being 即是如何做人 如何自處 如何做人 三隻都不是人 三隻都不是人 但是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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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共同點 這三樣東西 都很希望做回人 是重疊的嘛 吸血鬼未被咬之前都是人 人狼未被咬之前都是人 人被死 都是人 他就覺得 很多人就近時說 他很懷念自己做人的身份嗎 沒錯 因為以前就覺得 我做了吸血鬼 是不死的了 原來不死 是比死還慘 這個很分歧 講完電影 大家不要介意 但是 近這 十幾二十年 這個新的趨勢出現 如果你看這個 Twilight 那些年輕的吸血鬼 吸血鬼 他們不覺得吸血鬼慘 另外有一群是少年人狼的 少年人狼 又有 這個又是一個好的 他的組合很過癮 兩群都是好人 很神奇 而他們那個戲 很反傳統的一件事 你說青春電影也好 怎樣也好 最反傳統的一家科 就是這兩種異類 都不當他們是邪惡 都不當他們是邪惡 都不當他們是過癮 完全不同了 Vampire一定是吸血 一定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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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不是 現在這種是跟正常青年一樣 所以 Being Human 就更進一步 他不止不害人 他還希望做回人 他覺得做Vampire 不死是很慘的 現在想死 正常地死 你得到永生 他不覺得永生是甚麼價值 永生是一種慘況 的確是 那個反思是很過癮的 是慘況 最好是正常人 生老病死 這樣才是有意義 一個人不死就沒有意義 如果我去跑步 沒有一個終點是沒有意義的 你跑去什麼時候 沒有停的 沒有意義的 你有終點是有衝刺 這是很人民主義的 人本衛思考 已經跟中世紀 那個所謂 惹魔鬼怪的想法 完全不同了 就算跟二十世紀初的想法 邪正不兩立 又是不同了 你現在不分正邪 沒有分正邪 這個Roof 這個年輕人 他又是這個感受 雖然每一次 一月圓之夜 他都變回一個 狼 都會出到野外 賺食 突然 他就租了一個 迷你倉 真是過癮 人狼租了迷你倉 原來不是用來擠的東西 就鎖住自己 不讓自己出去 拗人 做完之夜 他就鎖了自己 入迷你倉 叫他老婆 他老婆都是 他老婆是人 即是哪個老婆呢 鎖住他 就不要開房 中間有很多故事 由他開始怎樣出來做人 找女兒 找到老婆 但怎樣隱瞞老婆 直至老婆知道 或者還有很多故事 總之他很想做人 鬼是 他本來是鬼隨時 看不到人 原來他覺得看不到 人家看不到就很可憐 很可憐 即是當你透明 即是鬼是透明 很可憐 還有 鬼很可憐 他經常聽到別人說話 他回答不到嘴 回答不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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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就是 鬼佬可以將一些 天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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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了名字 Being Human 所以後來在英國 拍完劇集之後 又將他轉到美國再拍 變成兩個地方 英語地方 都很多人看這個戲 他不只是看劇集裡面 那些殘暴 他不太殘暴 他不太殘暴 他就是倫理 人的倫理 和人的人性 把人性 透過這三個意象 解出來 等於你站在對立面 來看自己 有一種旁觀者清的角度 都對的 那些鬼都創意的有趣 是啊 人狼 在以往最早傳說的根據 在聖經上出現過 聖經有? 這個就是尼布甲尼薩 你聽過這個 他不是巴比倫的皇帝嗎 巴比倫的 新巴比倫的皇帝 二世 他有兩個人 他去打平了耶路山 捉了所有人去做奴隸 對 在聖經上 或者在以色列人 希伯來人的眼中 這是一個人狼 他沒有直接說 這個是一個Wolf 他只是說 尼布甲尼薩 有些時候 會躲在森林上 變成長出很多怪毛 怪獸的怪人 但是很明顯是猶太人 將他們的敵人妖魔化 是的 這個就變成一個 現在我們說是人狼 那時候還沒有一個名稱 所以就是說 他是一個人和禽獸之間 但又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為什麼呢 西方 你算是原始一點 其實 你數到埃及那個年代 人和動物的劃分 不是那麼明確的 你看埃及的神 有很多都是和動物一樣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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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算你說是美錯不得米亞 那裏 所拜的神 有很多都是人和動物 混在一起 中文也是 有些是自然崇拜 由自然崇拜 精靈崇拜 到神的崇拜 是一個過渡期的 所以變成 以色列一神教 當然不會想這些 很完美的神的形象 以色列的天賜 都是嗨別 有益 你以為他不是嗨別 一樣是嗨別 最有益的 問題是 相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當時中東那邊的 所謂異教徒 他們領袖 異神化的時候 他們多數都是用動物形象出現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變成 妖魔化這下 為什麼會把其他邪惡的動物 跟撒旦 神的對頭 放在一起 這是他有他的所謂宗教DNA 是不止的 因為原始人最早的構思 他們有時會將一些 他最恐懼的東西 再加料 成為更恐懼的 例如 Griffield 英撇 另外一個區桿 無論是空中,或是地上,都會贏 鷹就是空中,落到地上可能不夠打 Gryffield就是什麼都可以,像獅子一樣 就遷就鷹獅,有這樣的傳說 這些就是Claudic的文化裡面 Claudic是最早歐洲的文化 還在說中土 現在我們JC Tokens的小說 現在拍攝的電影,就是在說這些Claudic的文化 即是疑獸 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他裡面用了很多怪獸 用了很多他的民間傳說 這些都是Claudic的,因為Claudic文化比羅馬再早很多 是他歐洲和英國最早的本土宗教和傳說 但是被羅馬帝國佔領了之後 佔領歐洲和英國之後就消滅了 為什麼呢?因為羅馬帝國在四世紀的時候 已經天主教,即現在的基督 所謂的耶教是統一了 那時候坦丁之後就變成國教了 國教要統一整個ideology 所以將其他異教,要不就吞食,要不就改變你 要不就消滅你,只有幾條途徑 總之沒有你份 所以Claudic文化和神話 就轉型了 要不就變成邪,要不就變成不說 讓它消失,這種呢 現在呢,在二十世紀之後呢 就慢慢將它顯化出來 顯出來,顯出來 這些Claudic文化,包括余正說 我們所說的英詩 余正說,我們所說的樹繞 這些,在Claudic文化裡面 這個呢,龍,Dragon,都是 他們那隻會噴火的隻 又不是聖經那隻 聖經那隻是另外一隻 是一個撒旦的化身 正如你所說的 或者叫做古龍 不是,古龍水古龍 就是古的大蛇 就是古蛇 那隻是撒旦的化身 現在我們看到Claudic文化裡面 譬如說,如果一看波就知道了 嗯 威爾士那隻 哦,威爾士那隻 紅龍 有紅有白 那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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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是Claudic文化的龍 嗯 嗯 其實呢 在這個 這個 亨利八世 他的女兒 和他的兒子James 就是耶薩伯一世 他皇帝皇族的旗 分四份 其一份都是這隻龍 龍的圖騰 龍的圖騰 這個就是 因為他的幾個圖騰 是獅子圖騰 是獅子 龍的圖騰 是獨角獸 是的 這些陷能都是由古代傳說剩下的 傳說剩下的 Claudic文化傳下的紅龍 希臘文化傳下的獨角獸 嗯 獅子是那時候的文化來的 英獅呢 就是Claudic文化來的 是的 所以呢 就算說龍也有很快說 有很快說 神獸 所以就是 人王是一個很現成可用的圖騰 可以這麼說 但是就是 就是 在歷史演化 最近變了一個 很不同的角色在這裏 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成為了 這個 兩個 大妖魔組群 群組 一個吸血鬼 一個人狼 成為了世仇 富裕新意義 讓他們兩族打鬥 產生戲劇性 這個就是 現在人狼的一個 扮演的角色 有人說得很過癮的 是Crossover 莎士比亞 把那兩個世仇家族 放了兩個形象 你記不記得 莎士比亞那兩個 英大利家 CAPULA 這個 在羅米歐 羅米歐 因為兩個家族的仇限 世仇 因為 這個世仇是基於一個 我不肯原諒的 這個世仇只有 愈報愈深 因為 這一代 殺了 上一代 上一代 又要下一代 來報仇 所以你看回現在的劇情 不要當作劇透 但那些元素很過癮 你直接可以把羅蜜歐月初套進去 你知不知道 把CAPULA和兩個家族套進去 中間也有一個 一對羅蜜歐月朱利業 沒有什麼仇恨 在這個 人狼吸血殭屍拍拖 在這個 吸血殭屍拍拖 在這個吸血殭屍裏面 JACOB就是狼人 JACOB就是JBELL的另外一個男生 他也有 人性 人狼本身也有 人的感情 中國有沒有人狼呢 原來有 中國在清朝的筆記 智怪小說裏面 清朝的智怪小說裏面 清朝的智怪小說 那筆是清朝的智怪小說 這些譬如 最出名的就是 現在我們在看 那個肥佬 前龍王 御用雲人 紀曉南 月薇草堂筆記 他會寫這個樣子 或是遼齋 遼齋肯定是 遼齋很多古怪 漁媒的指不語 指不語 逐集 我看過這個就是漁媒的 漁媒裡面的一個筆記小說 幾千字 不是幾百字 講到中國的人狼 你知道當年這些筆記小說的開始 就是因為很多文人 在那時候已經是四海通商 很多人去了一些外地 我沒有說明 可能是印度 可能是波斯 可能是阿富汗之類 或者是蘇聯以前的新疆之外 那些共和國 就是絲綢之路 那些 雙人回來之後 所謂筆記小說 就像記者一樣 將這些聽回來的見聞 將它變成小說 只是紀錄 當時聽到的 以訛傳訛 就越整越神怪 西方傳過來 沒錯 那就是人狼 這個人狼 是一個老虎 那個故事 是女性 是女性 這個人狼 這個老虎 本來是家族裏面的一個擺婆 可能他出去某一次 就被狼咬到 於是回來之後 他不出聲 但在月圓之夜 他出來咬他的子孫 那些人 那些人 最初 他寫到是一個偵探小說 是不知道 誰是兇手 這樣玩得多有趣 原來是家裡最老的老太婆 你猜不到她 你猜不到她 老太婆 他媽 這樣的故事又過癮 很有創意 是一個偵探小說 可能是四代五代的太婆 你真是猜不到那些 原來她是人狼 後來出之 當然有專家 當然有 破案 破案之後 趕了出去 原來捉到回來的時候 是一隻狼 居了他 然後一個屍體 就馬上變回 變回那個太婆 大家也很傷心 這些就是很有趣的劇性 香港現在寫的劇本都寫不到 現在寫的劇本都寫不到 寫的劇本 現在香港很多所謂創意都還在抄 正在抄 正在抄 其實中國也有的 不過不是用那三樣東西來做代表 白蛇轉 很多妖精 都是想做人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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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喜歡做人的 這是另一個 中國的現象 和外國人的現象 的比較 嗯 這個 講法是甚麼呢 他說 為何西方 妖怪 是人變妖怪 人變妖怪 人變妖怪 例如剛才我們說了 人被 人狼咬了之後 人狼咬了之後 他中毒之後 變成人狼 是一隻妖 是遺害的 遺害的 但是中國倒轉 准略觀念倒轉 是妖怪變人 動物變人 倒轉 就是動物很想Being Human 於是他 要修練 要修練 這是會和佛教的關係 對 所以這個 道教佛教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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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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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題目 幾十發人心醒 為何剛剛兩個東西方文化 對一個人和動物的關係 是會倒轉 中國是由動物修煉變回人 即是他們是進化到低向高 對 為何這麼奇怪 他們的宗教觀不同 佛家那天說輪迴 你是說有一些最低級的生物 可以在輪迴的過程裏面做到人 你再升級 就是做佛的 所以就是輪迴的概念 也有很多跟我們宗教原始 宗教有關於道教 也有關於修煉的概念 修煉 連線的概念 即是有階級 有階級 最低級的 就升到最高級 所以我會這樣想像 這個概念 會很不同 西方那套神權的觀念 由上而下 你會有腐敗 你會有墮落的概念 是 他會墮落成為一個害人 有隱隱 他犯了罪之後 你會被得到赦臉 被得到聖化 或者是淨化 你就自然一路向下墮落 就成為害人的精怪 接近地獄 但是中國 剛剛佛教和道教的思想 就是昇華 是的 反過來 一個人 一個動物 如果即使是生長於一個低等的格調 但是他經過一個昇華 經過一個修煉 所以他跟道教有關係 是 可以修煉 可以修煉 之後他會成精 成精之後他做得更好 他吸收了善 善的 我們用正能量 善啊 正能量來表達 經過幾百年之後 一段相當長的時候 他變成人 變成善良的人 但是他成為善良的人之後 人是看不過眼 覺得這樣 始終 有為天道 而且他出身的身份 是很低效 階級論 所以白蛇傳 許素貞 悲劇收場 悲劇收場 悲劇的希望 他由一個白蛇 修煉成為美女 這是他的進步 而且他懂得如何 依人 他在奔修煉 嫁了許先之後 仍然身為一個好的主婦 但是發海的氣 又不順 於是他 又為天道 水浸金山 但是他又給了人的希望 這個故事 就是他生了一個兒子 他的兒子 是士林 生了兒子 其實是Hybrid 這是Hybrid 中國也有的 有Hybrid 人和蛇精的兒子 人和蛇精的兒子 等於 希臘哲洛 Demi God 每隻都是和 就師有關係的兒子 是好色 Demi God 但是最後 孝錦洞天 他濟探的時候 倒塌 放出來 所以 他裏面 整個故事 也有戲劇性的 有戲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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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觀念 所以 看現在西方電影 有點像東西合璧一樣 如果你留意這件事 起碼第一件事 他不會把這些異物 跟撒旦摩的邪惡法 絕對 宗教慢慢的說法 不能夠當給你了 有些眾生平等 再說 人為本 那些異物 盡量想變成人 那些 這個像中國 想進化的概念 又以人為本 本為的中心 很有趣 所以 你說的文化 互相影響 肯定有 但是走到哪裏 只看著人狼這個形象的變化 是的 好像剝洋蔥 很多層次撕出來 很愛人的 很多 跟現代的觀念 現代哲學 有改變的 就不是那些時候 只是一個人人得而諸之 不是過街老鼠 那個觀點就是 過街老鼠 正邪對立 很明顯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人始終 是 憑神聖的力量 可以 統治 或者制服 邪惡 後來 有些電影或書 倒轉有個反動 就是邪惡贏 但是現在又覺得邪惡贏 就有為世道民心 於是 又另一重思考 另外一個 高一點的層面 來講這兩個人的對立 這兩種東西的對立 它的對立本身是怎樣 譬如說 吸血殭屍 吸血殭屍裡面 專門跟吸血鬼作對的 這個就是Hybrid 就是一個吸血鬼的男性 跟一個平民女性 生的兒子 Hybrid 就是Hybrid 叫Dava 不是Vampire Di-Sin 的Vampire 這個就是 譬如說 那套 黑鬼造那套 刀鋒 刀鋒 刀鋒戰士 那個刀鋒戰士 就是 那個刀鋒戰士 就是一個Hybrid 就是 他父親 是一個 Vampire 但是 他的老母親 是一個 人 這個Hybrid 專殺 天職 專殺 金日鬼 但也分成正邪 很多鬼屬於邪 但最近排的就是 你把宗教的氣味 拿到神的角色之後 忽然發現 有些眾生平等 就變成正邪 不是再這樣分析 不是說你要追殺 我要追殺 反過來 可能大家覺得 互相仇殺 都是很無聊 當然 現在 就慢慢把這個 這個 這樣 的 殺戮 轉化 到另外一個 物件 這個叫做 Zombie 就是用了 所謂喪屍的觀念 今天講不到喪屍 下次 這個 如是我問 講一下喪屍裡面的哲害 又可以 很多哲害的喪屍裡面 很多東西玩 所以這次仁郎這個刺官 真是 正 好 下次 如是我問 再繼續 拜拜